据媒体报道,27岁设计员小伙连续加班一个月,致肺栓色昏迷十余天,连续坐车二十小时,48岁胎州女子突发肺栓色,险些丧命,老太连续打三个月,麻将,引发肺栓色,以上三个肺栓色的案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年龄段,但其背后的原因都与久坐有关,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 很多朋友加入了久坐族,因久坐患上静脉曲张的朋友越来越多,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因静脉曲张引发的肺栓色猝死病例,在临床中并不少见,那么为了有效预防,应当对该种病进行一些详细的了解。 肺栓色是止血,凝快阻塞并阻止血液流向肺部、动脉大多数情况下。 血凝快在腿部深静脉中形成,然后到达肺部在极少数情况下。 血凝快在身体其他部位的静脉中形成,体内一条或多条深静脉中形成血凝快,即为深静脉血栓,DVT,发生肺栓色时。 有一个或多个血凝快阻碍血液流向肺部,因此可能危及生命,但是及时治疗可大幅降低死亡风险。 采取措施,防止腿部形成血凝快,将有助于预防肺栓色。 在许多情况下,肺栓色与多个血凝快有关,原本有阻塞的动脉攻穴的肺组织无法得到相应的血液,可能会因此坏死。 这被称为肺梗死,肺因此更难为身体,其余部分提供氧气。 其中,血管阻塞偶尔是由血凝快以外的物质引起,例如 一,断裂肠骨中的脂肪,二,肿瘤的一部分,三,气泡尽管任何人都可能出现血凝快并因此引发肺栓色,但某些因素会增加您的风险。 比如有血凝快病史,也即如果您或您的任何血亲,如父母或兄弟姐妹既往发生过静脉血凝快或肺栓色,那么您出现这种医疗状况的风险更高。 以下一些病症和治疗让您有治病风险。 心脏病、心脏和血管疾病,特别是心力衰竭,更有可能形成血凝快、癌症。 一些癌症会增加血凝快风险,特别是脑部、卵巢、胰腺、结肠、胃部、肺部和肾脏、癌症以及已经扩散的癌症,化疗会进一步增加风险。 如果有乳腺癌个人史或家族史并且服用他墨细分或雷洛细分,也会增加血凝快风险。 外科手术。 手术是血凝快问题的主要病因之一,为此可在关节致患等大型手术前后用药物来预防血凝快,影响凝血的疾病。 一些遗传疾病会影响血液增加形成血凝快的风险。 肾病等其他疾病也会增加血凝快风险。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出现严重COVID-19症状的人患肺栓色的风险会增加长期不活动、较长时间不活动时,更容易形成血凝快。 例如,卧床休息、手术、心脏病发作、腿部骨折、外伤或任何严重疾病后长时间,卧床会增加出现血凝快的风险。 当您的双腿长时间平放时,静脉血流速度会减慢,血液会聚集在您的腿部,有时会导致血凝快。 长途旅行、长时间的飞机或汽车旅行期间坐姿局促,使腿部血液流动缓慢,会增加血凝快的风险。 其他风险因素吸烟、烟草使用会增加某些人群形成血凝快的风险,尤其是同时存在其他风险因素的人群。 原因尚不明确超重、超重会增加形成血液快的风险,尤其是对存在其他风险因素的人群而言,补充磁激素、避孕药和激素替代疗法中的磁激素可能会增加血液中的凝血因子。 尤其是对吸烟者或超重者而言,怀孕、胎儿的重量压在骨盆的静脉上,可能减缓腿部回血、血流变慢或积聚时, 更容易形成血凝快、肺栓色,可能危及生命,约有三分之一漏诊和未经治疗的肺栓塞患者死亡。 但是,如果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该疾病的死亡率会大幅下降,肺栓色还可能会引发肺动脉高压及一种肺部和右侧心脏中的血压过高的医疗状况。 当肺部的动脉出现阻塞时,心脏必须更努力地工作才能推动血液流过这些血管, 这会导致血压升高,最终削弱心脏功能,在少数病例中,一些小血块栓子留在肺中,久而久之导致肺动脉斑痕形成, 这会预防腿部深静脉血凝快,将有助于预防肺栓色。 为此,大多数医院会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血凝快。 这些措施包括血液稀释剂、抗凝剂,这些药物通常用于术前和术后有血栓风险的患者, 还通常用于因某些医疗状况如心脏病发作,足中或癌症病发症,而入院的患者, 压力袜,压力袜,可以稳定地挤压腿部,帮助改善静脉和腿部肌肉的血液流动, 它们可以安全地预防术中和术后的腿部血液,积聚,而且使用简单,价格低廉,腿抬高, 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及在夜间,抬高双腿可能非常有效。 用木块或书本将您的床尾抬高4-6英寸,10-15厘米, 体力活动,术后,紧快活动有助于预防肺栓色,并加速身体整体恢复, 这是护士可能推您起床的一项主要原因。 即使是在手术当天,尽管手术切口部位疼痛,仍应坚持不行, 气动压缩这种治疗方法使用大腿或小腿高锈带。 可自动冲气并每隔几分钟放一次气,这可以按摩和挤压腿部静脉,改善血流关于旅行期间的预防。 旅行时发生血凝快的风险较低,但这种风险会随着长途旅行的延续而增加。 如果您有发生血凝快的风险因素,并对旅行有些担忧,请咨询医务人员,为预防旅行期间发生血凝快。 医务人员可能会提供以下建议。 饮用足量、液体、水是防止脱水的最佳液体,而脱水会导致血凝快的形成, 避免饮酒,饮酒会导致体液流失,不要久坐,大概每小时起身在飞机坐舱中走动一次,如果是在开车,经常停车。 下来走走,坐几组深蹲,坐着的时候要经常活动,每隔15到30分钟,弯曲脚踝并做圆周运动,并抬起和放下脚趾,穿护腿长袜。 医务人员可能会建议使用,这些袜子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和液体流动。 压力袜有各种时尚的颜色和材质可供选择,甚至还有叫做穿袜助手的工具,帮助您穿袜子。 平常生活中的习惯很可能给自己的健康带来某些影响,因此在出现本文描述的某些症状时, 一定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宽创选择,我们会 ZumBO! 第三号摩